那我加這個題目的時候,我也很害怕 因為這世界上都沒有快速這件事情 但是呢,因為我們是教書人嘛 所以我們一定會找出一些方法 是適合我們學生的去記憶的 那我想先麥老師呢,先看一下我手 我這邊有一張空白紙 好,我現在寫出一部份喔 老師這字怎麼唸? 喔,眼睛看,對 學生看字的時候同樣也是視頻不好,沒錯 好,那其實我自然沒寫完 後面還有很長一串喔 所以我們其實這樣在看的時候會覺得有點難唸對不對 好,所以有的學生啊 就是我們在上課的時候用土髮練剛他是OK的 就是我們不停地反覆唸 或是帶課本他都OK 他就是能記起來就是能記起來 可是有學生不行 那不行的時候呢 我們可能要利用一些媒介 好,例如說 以這個單字來講 他有一段影片可以讓老師看一下 他的課題 是可以說 我對的嗎 我有懂嗎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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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這個字去配對 所以有戲學人這樣是ok的 ok 好 然後呢 但是有戲學人是不行 就是即使你已經給他很多多媒體的媒介 聲音的媒介讓他聽 他也其實不行 那那種就是要用這種模式了 就是只有字 全部只有字 他就是一直聽著聲音對字 聲音對字 這是不一樣的感 這是不一樣的嘴唇狀態 那當然這是一個另外一個例子 這是一個特殊的例子啊 這字那麼長 他意思就是 超級無敵 宇宙世界變 非常的好 所以他才中間有一段說 那我的老婆呢 She is super calibrary It's very delicious 所以這還是這個 她的名字名 好 那 基本上呢 我需要一個人可以幫助我 那個 PowerPoint 這個那個 projector ok 應該是這個吧 對 Yeah That's right 好 可以了 沒問題 我知道這個怎麼樣 所以其實原則上 原則上計單字啊 就是這些方法 我法練鋼 然後給他媒介 另外呢 再針對他不足的地方 再給他另外一種方法 那因為我們今天 今天這個 那個峻谷看我 你不是 快速 這個世界上沒有快速 沒有關係 老師我們來一起分享幾個點 好 第一個是 在單講單字的過程裡面 可能老師要稍微回想一下 我們自己念書過程裡面 常常學到的字 大概分成哪之類 對 那我們在教書的時候都會遇到 所以我們可以稍微分類一下 像第一個 Face 像這個就像 嗯 蛤 這種東西 這種就是了 電盆要打開嗎 可以看見 像這種就是 好 那再來的話像 compounding 這樣我們也 我們也 在課本裡面也常常看到 或者是 例如說像 blackmail這種 好 那copycat 這種就是compounding 那我們上課的時候都可以跟學員說 其實它本來是兩個字 可是它合在一起的時候 可能會有另外一種意思 就是我們 偶爾 當學生沒有反應的時候 我們要跟他一點蒙擊 被學覺得有趣的東西 我跟老師不懂 那我就可以跟他講 其實這種字就兩合在一起的 好 那像 backformation 例如說 我們現在 教育部的公文 來的通常在討論是 evaluation 可是我們這樣 回過頭來 因為我們都學過嘛 所以我們會想說 OK 它只要磁性音改變 我就會變成另外一個字 什麼樣子 好 看一下這很好 兩隻這很好 可以再一個 再一個 欸 然後有兩個按鈴 對耶 然後電風扇的 電風扇的 電風扇的 是 好 看不起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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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 好 然後 應該可以全開了 謝謝老師 然後下一個像 topping topping的話 一般我們比較不會教,但是學生可能會判得到 像vertisement,就是AD,像是這種,就是clapping 那blending,blending老師也知道,像我操這種就是了 blending,那另外一個是conversion,磁性變化的時候,record or record 那我覺得上課比較有趣的是這兩塊,conversion,像我有小孩的人 我就會第一個,我就會用這個字去代表尿布,對不對 然後呢,女生通常看到這個字就會想到一個東西對不對 對面子或是其他之類的 然後呢還有像borrowing,borrowing這些字也是很多啊 像我們常常教學生的pizza,or musta,or like salon 像這些字都是,這個是法文的肥皂 那其實這些字很好玩的是,有一個教授他曾經去研究 他說閩南話裡面有很多啊,都是和語跟法語的延伸 然後想想一些sab文對不對,sab文就是這個字,sab文 然後還有像tolaku他們那種東西其實都是 就是語言一直轉換一直轉換的時候,他會有一些演變的過程 只是說我們用習慣我們就不會去研究他 我們都是讓學者去慢慢在他研究室裡面工作,讓他去感覺 那像我會覺得後面這兩個字會比較接近學生的生活 當然有一些字跟他講的時候他會比較有感覺 就是其實你生活裡面很多英文字 那你不會刻意去背他,但是你看久你就知道了 那相對的老師今天放在黑板上面那些字 你也是看久了你就會了解 只是你可能眼睛、耳朵還有心都要到場,才有辦法記得 看這一塊,好,那再來的話呢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背單字的時候要注意的事情就是form 那些事情他講英文比較複雜,他是他必須先了解 好,他講的是什麼樣子,他的form 那中文是形音譯嘛,可是英文是p名譜 反正他就是要記得a,b,c,b,e,在講什麼樣子 第二件事情是meaning 他能不能記得意思,老師在講的時候他能夠明白 或者是後面看那個wordbag,他可不可以知道說 OK我現在講的for是詞子的意思 我說的ese,他是屬於必動詞的那一塊,他可不可以理解 好,那再來的話呢,就是當他這兩個清楚之後 他就要下去延伸了,因為老師會講文法 老師會帶對話,老師會帶閱讀 他understanding就要出來,所以這是一個 嗯,頗為複雜的內化過程 那通常我,目前我們這樣看下來所有的學生 從北中能來看,大部分的孩子在form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在meaning的時候也還好 反而是在understanding這塊有狀況 那會有一個狀況是,因為在小學,小學階段的老師 其實會叫孩子背單字 可是他不會像我們國中這塊的這麼精細 例如說我們可能要背得很清楚,就是U,N,D,R,S,T,N,D,R,G 這種這麼精細,小學一般都是選擇題 然後他看得懂選擇,看得懂選擇 就目前我們看到的小學考卷都是如此 所以學生可能對這個字有印象 可是他等到上國中平洋的時候他有狀況了 這些字他好像很熟,很像看過,可是懂不熟 然後再來就是國中的課本裡面會有很大量的練習 需要書寫的,他因為他雖然知道那些型 但是他在腦子轉換換成筆的時候他轉不過來 所以我們會想,我覺得國一老師比較辛苦 其實就連我自己在面對國一學生的時候 我常常覺得,奇怪你的小學是怎麼回事 怎麼會有辦法,26的字母的B跟D還沒有分清楚 因為如果不是特殊狀況的學生應該可以了解 好,B跟Q,為什麼還搞不清楚 然後你從小3到小6,你的fun is 基本的S跟字 怎麼還沒有搞清楚 所以那時候我在上課我就會有焦慮感 我不知道老師會不會有這種感覺 就會覺得說,哎呀我後面還有很多課要做 可是我前面還有很多功夫 是需要幫孩子重新打,打基礎的 你有沒有這種感覺 會齁,我覺得有些時候會有 剛開始會有臉小挫折 然後那時候我就開始想說 我要怎麼讓他記得這件事 我就變成是我在備課的時候 我就要去收集那種大的月曆海報 就別人家不要說拜託給我 我在後面那個空白地,空白處 我就會把我這一課 我需要孩子特別去記 或是孩子記不清楚的 我先把它寫出來 我就用彩色筆 黑色在這邊寫出來 那寫出來之後呢 好,例如說這些字寫出來 那我就要去想 像你配上這個字 南北的是哪幾個字母 我就要去想喔 好,例如說我認為說 他的ZZ都搞不清楚 我就把它本來已經寫上去了 或者是還沒寫的時候我就開始畫掉 然後呢再加下底線 等於一課裡面可能有二十幾個單字 我先挑出,南北的先挑出來 挑出來之後寫在海報紙上面 就這麼做 所以呢我上課的時候 課本一樣照樣打開 該念的要念 然後該解釋的要解釋 那張紙都再也不會在黑板上面拿下來了 我就強迫式的要他永遠都有印象 就想說這個字老師剛才有講過 如果我還編嘛 編1,2,3,4,5 我可能像一像就問他說 OK, how about number 5 是什麼字? 我可能可以唸給他聽 沒關係 就看孩子的狀況我覺得不一定 然後我唸給他聽 然後他說OK 他知道哪個字 他去課本 他在課本的當頁嘛 那我就會請他 唸出來批音是什麼 就是有點是 半強迫孩子去知道說 就算你沒有辦法在五分鐘之內記得 可是你至少知道 書本是一個工具 當我問你的時候 你要去掌出來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然後大部分的孩子 多做訓練的話 他會知道說 喔沒關係 我現在記不起來 可是當老師問我的時候 我知道答案在哪裡 我覺得對他來講 是一個學習態度的建立 所以我覺得我這個方法還不錯 我一直都用這個方法 然後孩子都會有印象 然後有老師我覺得 思想一個老師 鬼怪老師他也很厲害 他說我不想要挖控 他說挖控有的時候 很難寫答案上去 所以他就是貼Poset 他貼小張Poset 他就把它蓋住了 然後所以每次上課的時候 他就問學生 然後學生答對他 他就把它撕掉 撕掉之後就貼在旁邊 然後等下課要回辦公室 然後再請學生回來貼 然後學生都亂貼啊 就很開心 那我這個屁也把它遮掉 什麼也把它遮掉 他說沒有關係 反正A尾他跑了兩個班 三個班 然後就是繼續用那張東西 然後孩子就覺得 這次是P不見的 這次是A不見的 所以他覺得說這樣方法 其實對某些孩子來講 還蠻有用的 他們會覺得好像很好玩 這種motivation的一種幫助 好 那老師我們來看一下講義的第二頁 講義的第二頁 待會兒我們會處理那個課本的 對話跟閱讀那一塊的單字 我們先處理一下Think Words 那老師有習慣用閃視卡嗎? 不一定齁 有時候會用 但是有些時候不好用對不對? 因為事情太多了很不用 好那不論如何都沒有關係 例如說像Think Words這一塊 以這一課來說 它都是水果 對學生來講 不見得好記 但是最重要是它的複數型 所以像這一課的話 我就會請我學生去看 好 例如說第一個方向 Sixie 我會請他編號 從左到右 像頸字形一樣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所以老師你可以自己 你可以自己先假設一下 好 你就一到九編號 那看完 教完之後呢 我要做的是練習 我們學生背不清楚通常就是練習這塊問題 所以呢 例如說我說No.2 那他就要說Grapes 我說No.5 那他就要說 No.5是Peaches 好 你說No.9 他就要說Watermelons 先確定他有沒有辦法唸出來 唸出來 好 那另外呢 我想請問老師 你的 你的手機 有沒有那個所謂的 手電筒軟體 或是你的辦公室有沒有手電筒 有齁 有 好 因為你有閃視卡 那通常我們在Run閃視卡的時候 孩子是不會看我們的 他會覺得說又來了 又是單字 那我就會把閃視卡看狀況 貼在黑板上 或者是教室的某些角落 讓學生去貼 那我的目的其實就是要他拼字 好 那拼字一樣 我都用我的手機的那個 那個手電筒模式 好 然後老師你看看 你就自己 你就自己決定 例如說我現在貼了單字了 然後呢 好 你就這樣照 那現在也很亮 好 例如說你這樣照 照那個閃視卡 然後學生的眼光 就會隨著這個燈一直飄動 所以他的專注力就會增加 所以我們貼上去的字 或是寫在黑板上的字要去選 他比較不會的 那如果算是to啊 add 那個就沒有什麼好練習 所以我都是只挑不會的字 去做小活動遊戲 讓他有感覺 這是第一個 好 然後呢 另外的呢 另外的c-set還有別的 例如說 剛才也是第一個c-set 是已經編號了 編號1到9 然後另外一個是把哪個字跳出來 貼在教室的四周 用手電筒 那老師你就看教室可以用就用 然後第三個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concentration 好 例如說課本先打開了 然後呢 你給他一分鐘 好 不管你用中英文上 Give me one minute 就take a look 好 看完之後請他蓋起來 那你就開始問他啊 OK 好 剛才你看那些圖裡面啊 有哪幾個 有哪幾種水果 是喊兩顆以上的 好 這就糟了對不對 有的孩子很專心 他就知道 喔 那個剛才的Wasset Mallet 是 是兩顆以上的 他就要去 去把那些單字說出來給老師聽 他就要去記 好 那你問他說 OK 剛才那些水果裡面 有哪些是爬藤的 哎呀 學生的那個 思目不太好 他可能沒有辦法回答 但是呢 老師你問他 他就會慢慢丟東西給你 哪些是在樹上的 請他分類 好 那這個就是 所謂的concentration這塊 還有out one out 我們可以去做很多 不一樣的活動 那這時候呢 老師可能問我 可是你剛才說的 都是屬於口說的活動啊 那一定要做口說嘛 因為會考他考定例 沒有辦法 就是一定要有口說活動 好 那我們轉換模式 就是剛剛的那個 手電筒那一塊 是不是可以看圖對不對 那我們可以把它看成字 也行啊 看成字 那可不可以把那個字 改成克洛字模式 我在備課的時候 先用空白紙張 先把它寫下來 然後一樣貼在白牆上頭 然後我的what a melon w a t 一二不見了 一二不見了 那他覺得你擺上去 What a melon 他們就說一二不見了 很好啊 至少他腦袋一挖裡面 閃過去的是完整的字 他知道哪幾個字 不曉得 那這種活動啊 其實都在上課的時候 可以做 但是可能就是要看 每個人的教學步驟 還有所謂的時間控管的部分 我們可以去調整 那基本上我覺得 大部分的孩子啊 只要是 只要是他上課 就是說 不至於說討厭 但是沒有什麼精神的孩子 他看到這種活動 他就會活過來 他一定會活過來 只是說他剛開始 會有點疑惑的 老師你現在要做什麼 你是不是要 有什麼不一樣的 可是多做幾次 他就會覺得 這是我能夠做到的 我願意在課堂上面嘗試 不然我發現有很多孩子 我們在前面很認真講 看到後面是咧 對不對齁 我們大家都知道那種孩子 我們跟他講 他就是 沒有那個動機 所以我們用一些小方法 在課堂裡面穿插 讓他有感覺 好 然後另外一塊呢 好 那另外一塊呢 是那個 講義的第二 下一個demo 2 adjectives 好 那這邊呢 比較適合 二年級跟三年級的學生 做練習 好像麥克風沒有聲音了 那這樣聽得到嗎 可以齁 好 那這種題目的話呢 就是二年級跟三年級的學生 就老師在寒暑假的時候 一定會做 除了 有些時候會敲前課程 有些時候 那有些時候會做一些整理 那老師可能有一個功夫 就是要先把 以前學過的哪些形容詞 或是哪些同類型的字圈 合在一起 合在一起之後呢 讓學生去做分組活動 好 例如說我今天已經幫老師 統合 統整在一起了 那因為好幾個老師女 就是兩三個人可以在一起 例如說我先去分辨形容詞 形容詞可以對人 然後可以對東西 然後可以對不同的場景 例如像是食物 天氣 那我們可以快速做分類 可以讓學生去寒暑假的時候 去做這樣的活動 因為他必須要很清楚知道 他能夠在什麽樣的時間點使用 例如他就不會講一個warm girl 他就不會講beautiful girl or good girl or nice girl 好 那這個動作其實蠻重要的 因為在會考的時候 聽力必須聽出來 然後接下來呢 如果說他上高中的時候 他未來也需要有這樣的能力 那應用函暑假會比較 我覺得會比較適合一點點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像 像課本的 再講一個第三頁 像這種部分的話 也是課本列出來的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 很有趣很好玩 但是因為是語感的部分 所以還是要跟學生稍微了解 解說一下下 好 那我曾以為我有學生喔 他到三年級的時候 happy glad就學完了 我就問他 happy跟 glad是一樣 他說一樣啊 他說為什麼一樣啊 因為中文都是高興啊 我說那哪一個才是形容 你內心真的那種特別愉悅的感覺 是哪一個 然後他就不知道對不對 好 I'm glad to see you 跟 I'm happy to see you 是哪一個比較合適 所以我們這時候就是 這個時候的語法 就可以告訴他 你可以去感覺 I'm glad to see you 跟 I'm happy to see you 是哪一個比較適合描述 內心的那種荒譽感 好那另外一個像 exciting跟interesting 這種也是很好玩的形容詞 而且他在轉換的時候 又有所謂的interested in 好這很複雜的部分 這種東西都可以拿 就是要花一點時間跟學生說 尤其是在寒暑的時候跳出來講 那還有像是小文法 那小文法裡面有一些 我們在課本裡面可以看到很多 例如像是cost、spang跟take 它是單字 可是它也是小文法 要不要教 要教很重要 可是它不足以成立成一個完整的具構 因為它不是屬於具構的那一塊學習 好那這要教 要教的時候就變成是 它必須要了解 我在使用上面的時候 所謂的介信詞的部分 可能有的是boy 有的是on 像這種就是要花時間去跟學生講 那其實課本都會有 只是說在說的時候 可能要帶一點例子 讓他明白 好那我們再看一下講義的第四頁 我先把這個屬於主題式 先跟老師分享 像講義的第四頁 好這是二年級的下學期內容 好像這幾個字 念很簡單 老師我們也可以用手電筒活動做完 然後用課動字活動都可以做完 可是這樣不好玩 你可以問他 OK當你完成之後 你可以問他 Now I'm going to make a sandwich I'm going to make a sandwich What do I need? 我要現在做三明治喔 你需要什麼東西 然後請學生兩兩兩三個人一組 快速的在空白紙張上面寫下 他需要的單字 所以他如果有看課本 然後他有寫下來表示 他腦子裡就動腦了 他可以知道說 OK這個字我懂意思 然後我試著去寫出來 讀寫 然後如果老師你看狀況 如果請他們大聲說出來 說 就連口語都有了 那他們在說的時候 假設他念是對的 或者是我們重複他的語言 再說一次 學生其實就是聽力的反覆 就是聽說讀寫四個技巧 他其實偷吃都會有這塊 那還有什麼可以做 例如說 OK Now I'm going to make a hamburger 所以學生就可以說 喔 可以做什麼東西 那之前我在幫學人付寫的時候 我是拿麥當勞的那個menu 我就去網路上download下來 然後我也不想要彩色影音 因為很複雜 所以我是用手機 我手機直接外接projector 或是我只是手機 就是讓他們看 看那個麥當勞的目錄 我就是用截取功能 好 截取下來之後 例如說我就秀出來 麥當勞的滿福寶 然後他們就要馬上 看滿福寶 然後就把這個字填下來 你知道他們的參與度 頓時變得多好啊 比我現在也跟他講說 Oh please read number one Please read number two and spell number three for me 來得好 馬上就寫出來 然後就說 那你下一個要做什麼早餐 我說 Oh how about pancake 他說 Pancake上面沒膠啊 Oh good that's right 好極了 表示他有感覺嘛 他就願意跟我互動 所以這是我在上課的時候 比較希望的 比較想要的一個模式 因為 就等教書到後來會有點熱情被教習 所以他自己找一點熱情 好就有一些好玩的模式啊 慢慢慢慢去感受 好那另外的話 這邊我稍微註記到一個教教老師的教學筆記 跟多色原子筆 老師你們在上課的時候 一定有自己的版書模式吧 那 基本上我們在教單字的時候 或是教文法的時候 我們都會用很多顏色 請老師要記得你要確定喔 例如說 現在看這一個 Thim Word 怎麼樣 只要可以吃的 只要可以吃的 你可能會把它列成白色 好我們現在假設可以吃的像 Poor Butter Toast 這種會列成白色 可是如果他是用品類的話 你可能會用黃色的粉筆 那就用 好你就會寫 你的Fork 然後你會寫Straw 你會寫Knife 好那再分類 如果有老師說 喔我手上有四種顏色的粉筆啊 那我如果是屬於肉類的 我就用藍色 可以吧 可以 然後如果是吐司類的 麵包類的 我就用黃色 然後如果是 用品類的 我就用粉紅色 所以當我們在寫版書的時候 就會變成是 它是一欄的 像Color這樣 一欄一欄列出來 學生就很明白 喔這個是用品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所以其實所有單字都可以這麼做 那這個方法最好用的是在 在教那個可數不可數的時候 我覺得超好用 可數不可數 那我們剛才不是有一個例子嗎 是那個Graps這個 那就可以跟學生 就很明白啊 如果 通常記不起來都是要加S的吧 所以我就會用紅色 粉紅色那個粉筆 就是屬於紅色警戒區 你只要看到這件事 它是紅色警戒喔 它如果是 234567 你就是要加S 或ES 就是只要看到它就是紅色 每次寫版書 是固定的模式 然後另外一個 用白色粉筆的 就是 屬屁你啊 不可數 就是這個不可數 就不管它 看到它就是長這個樣子 永遠都不會變 然後這個方式 然後上完課之後 要去跟學生說 你為什麼用不同顏色的粉筆 再做記號 你有了學生看完了看完了 他不知道老師其實 在背課的時候 花了多少功夫跟心思 在做區隔 他不知道 我覺得有些孩子齁 就算他上課不怎麼用心 可是你跟他講原因 他會說喔好啦 那我也順手寫一下 因為他們筆很多顏色嘛 你先選一種顏色 紅色就是只能用紅色警戒 請他用其他的什麼顏色都不管你 請他寫下來 那孩子都會有那個便條紙 便條紙 不管它 反正怎麼紅的黃的綠的 不知道 還有學用黑的有沒有 好 沒關係你就寫上去之後呢 你就貼固定貼在課本上頭 我覺得這個動作要做出來 要讓孩子去做 有的孩子會做就會做 不會做的就不會做 可是至少有要求 都是有不一樣的感受 好 不一樣的東西 好 那多色原子筆這一塊呢 我們等一下要用那個課本來看 好 那下一塊 下一塊就是課本裡面的立體 那我覺得他好玩的地方是 因為他的模式是說說看 那我自己上課的時候 我把它改成寫寫看 我就一樣 就是 分組 五六個人一組 反正他們那一群一組 我就不管他們就自己一組 然後就一樣發空白紙這樣 然後就開始了 OK For number 4 好 我用什麼東西可以放在 number 4上面 他就開始 我就開始計時30秒鐘 請他盡量寫 寫 然後在寫的過程裡面 我就是一直在走動 快速的看 我的目的不在於他會不會拼那個字 拼那些字 我是讓他 你如果懂單字的時候 你就會自動抓出來了 你會去辦課本 這才是我的目的 我就一直看 好 然後看完之後呢 而且他們寫名字畫壓 在紙上交出來 然後那時候我不會去檢討他 我不會去說 你為什麼沒有寫 你為什麼沒有 沒有 我就是看過去知道說 好我大概知道 這幾個人在一起的group work 大概是什麼樣的狀態 那也許我現在是在分組的時候 我就會稍微考慮一下 像我是不是要 還是拿一群一起 要不要稍微換個位置 因為也不是每次上課都會分組 所以我就會稍微再調整看看 好像這一塊就是如此 好 那我們看一下課本 課本 老師有什麼課本 現在有課本組了 考慮說 我現在是課本組的 男性就老師就隨便拿 老師謝謝 老師謝謝 他們給我那個未來 未來版本的課本 我們現在用了一個概念 就是所謂的mind mapping 我們要用這個概念去背單字 而且可以記熟 課本裡面的對話 閱讀 全部都可以 然後這個方法非常好用 但是呢 需要老師的 剛開始需要老師的引導 還有我們自己在背課的時候 稍微注意一下一下 我們隨便翻一篇 隨便翻一篇 隨便翻一篇 那個內容 我剛才翻了二下 我看我 我很快速的 列出來 我就隨便翻一篇 我那時候好像翻二下而上 就是那個 第一課吧 看老師誰手上有 等一下可以交換課本看看 例如說 我今天看了 今天看了這一課 會有 對話 或者是閱讀 那下面 課本下面 不是會 是